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超台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OTO团购类的产品 那么热门产品我们做一下产品分析 那么我们说今天我们选择的三款产品 都是在整个OTO团购类占据前三位的产品 分别是美团,大众点评,还有百度糯米 我们还是从战略层,先从战略层的角度 来对比一下这三款产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百度糯米 我们说百度糯米其实相对于美团和大众点评来说 它应该算是一匹黑马,是后起之秀 因为在以前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对手不是百度糯米 曾经是拉手,后来是窝窝 那百度糯米呢一直都是一种追赶者的这种方式 那么随着后来百度把糯米从人人夺了回来 抢了回来,收购了 那么百度糯米自己的这种战略地位 也在逐渐的上升和放大 成为了百度系的一个战略级的产品 那么百度糯米逐渐的受到了重视 那么百度的各种产品都为百度糯米去引流 那么百度糯米它的这种市场份额呢 也会逐渐的增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百度糯米的这个产品定位 那百度糯米主打的是什么 主打的是省钱 虽然说它提出了这个省钱更省心的这种理念 但是从它的产品定位和商业口号来看 那么百度糯米呢还是打一种省钱的这种方式 那百度糯米通过品牌和服务的双升级 承诺呢为消费者提供省钱更省心的这种团购服务 通过大幅度的这种让利让用户呢省钱 通过这种提升服务让用户没有后顾之忧 但是它的商业口号也是好团购 就上百度糯米该省就得省 那么从这个定位来看 那么百度糯米主打的是省钱 并且呢依照依旧还是把团购 作为了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项目 那么百度糯米呢在后期也在不断的给用户强调 自己能够为用户省更多的钱 包括糯米推出的低价人数 那百度糯米经常会推出一些低价策略 同样的东西比美团要便宜 比大众点评也要便宜 有的时候仅仅便宜几块钱 甚至几毛钱 但是呢就是告诉你 我比美团和大众点评要便宜 那我们再看一下美团 我们说美团是整个auto这个领域里面 最成熟的一家 资格也是比较老的一家 那么美团注重打的是服务 那么从它的商业口号里面能看出来 美团商业口号是美团一次每一次 显然 美团把这种用户体验的美 用的爽 作为它的一个核心卖点 它是希望为消费者发现最值得信赖的商家 为消费者提供超级折扣的优质服务 为商家呢 他也做合适的这种消费者 找到合适的消费者 为商家提供最大的收益 很显然美团更加注重的是服务 而且美团更注重的是让商家和消费者双向的盈利 对于消费者希望给消费者提供有超级折扣的优质服务 那么为商家呢 做好自己的互联网推广 所以说美团有点像一种推广的平台 这个平台也是双向的 我们再看一下大众点评 我们说大众点评和糯米跟美团啊都不一样 大众点评是资格资历最老的一款这种OTO的产品 那么最早呢 这个大众点评啊 还不是说做团购的 一开始大众点评是做第三方消费点评的网站 是一个点评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在团购业务还没有流行开来的时候 大众点评就已经是中国领先的本地生活服务和交易平台了 所以说大众点评它的差异化也在这里面 它不仅提供了很多优惠的信息 商户的信息之外 很多这个团购之外 它还增加了很多这种商户信息 还有消费者的这种点评 那么这种点评也是大众点评的这种核心 也是它的这种秘密武器 它的商业口号也是突出了点评 叫做点评在手 吃喝不抽 那么我们想一想 大众点评的使用场景和糯米和美团都不太一样 糯米和美团的基本来说都是用户 想找团购找便宜 然后会打开糯米和美团 那么大众点评的除了这一种消费场景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我哪怕不找团购 不找游会 我主要是想找吃的 我只要想找好吃的 我就会打开大众点评 然后看一看有没有推荐的商户 甚至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商品 那么这就是大众点评它的一些差异化 那么我们从范围层来看 其实现在三款产品的这种功能上 其实差异的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比如说原来OTO上门这门来 原来是美团有 那么后两家没有 那么现在呢 也随着这种业务的这种发展 大众点评和百度糯米 也都新增了这种OTO上门这些服务 包括外卖也是一样 所以说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这种关系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和无 可能过两周甚至过两天就会有变化 那么我只能说在我现在录制的这时间点 来筛显一下这三种APP 它在功能上有哪些特殊的地方 那么相对来说 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功能 相对来说丰富一些 也推出了一些特色的功能 那么美团跟大众点评主要推的 有在线排队 在线排队 那么这个是美团的一个重点的功能 那么大众点评呢 主要是用户的点评和社交 这个是大众点评的特色 那么付款码是大众点评独有的 会员是百度糯米的特色 百度通过这种会员处置卡的方式 来增加自己的粘性 很多功能三款产品都有 我在这里面就不做这种详细的分析 我们只要找一些它的特点就行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结构层 我们说这三款产品的结构层 其实也有些相似 我们先看一下美团 美团呢 把团购作为了一个大的门类 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美团 在几个版本以前 已经把欧托欧这种上门 上门服务 已经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已经成为了一个type 第二个type 很显然美团认为 欧托欧线下的一些上门服务 是未来欧托欧的一个核心突破点 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美团也在逐利的去推荐自己的这种上门服务 包括了日常保洁 推拿按摩 美甲 车脸 电气清洗 美容等等 那么很多人也认为 美团推出的上门服务 宣告着 欧托欧线下上门服务的这种竞争格局 会有所变化 原来可能一家独大的是5万 那么现在呢 美团加入了 随着美团的加入 欧托欧团购来的网站都加入了 像现在看到大众点评 百度糯米也都有 那么这种BAT的产品也出来 比如百度糯米 它会把这些服务供给到这个百度系的其他产品 像手机百度 百度地图也都有了 我的一般来说呢 大家都大同小异 都有自己的美团券啊 订单啊之类的 更多就不说了 这是美团的这种结构 我们再看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 值得一看的就是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闪会和团购 和发现 这两个模块 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说大众点评的首页啊 它不像美团 是一个大杂会 那么大众点评的首页没有拘泥于团购 而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在首页有了快速入口 比如说团购 比如说折扣 比如说写点评 比如说搜索 等等 买单等等 那么真正闪会和团购 折扣类型的产品呢 大众点评都放在了闪会里面 闪会团购 尤其那种闪会的服务 是大众点评最新推出了一个 它主打产品 就是用户呢 不需要提前团购 不需要提前买团购券 只需要到店去服务 在付款的时候 通过闪会 来达到优惠的效果 闪会这个功能被业界一致的看好 我本人也非常看好 因为这是一种团购服务的一种新升级 那么用户呢 无需事先的去购买花费精力 那么用户在享受线下服务的时候 也几乎和普通用户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在付款结账的时候 那么才享受到了优惠 所以它是提升了服务体验的 那么发现这一块呢 就有了更多的这种社交化的因素 比如说好友去哪儿 论坛排行榜 这些就有这种社交的因素了 因为大众点评有着丰富的用户 尤其是UGC的用户 写点评就会利于他创建自己的UGC 还有论坛 那么我的也都大同效益了 我们再来看百度糯米 百度糯米比较有特点的 第一个就是附近 还有一个就是语音 最后也是精选 这三个模块是百度糯米比较突出的 有特点的 我们先说一下附近 那么我用百度糯米 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最好的一个功能 就是附近的功能 因为我用团购 往往都是在距离消费点非常近的地方 我会选择打开我的团购网站 这个时候如果我用大众点评和用美团 我就得至少点三次 才能找到我附近有哪些吃喝玩乐 但是糯米呢 就把附近的这个功能 由原来的三级页面 三级入口 转变到了一级入口 那么这个附近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一种操作 我只需要切换到附近 就可以看到我附近的这些吃喝玩乐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体贴 那么精选这一块精选这一块 它除了有推荐和精选抢购之外 它更多的是推出自己的VIP会员 那么糯米呢 由于它现在用的是这种低价的策略 它会吸引大批量的这种用户 那么把这些用户流量吸引过来之后 它下面重点的一项工作就是存留 那么如何去留存自己的用户呢 它希望通过处置卡VIP的方式去留住自己的用户 那么百度糯米最后一个特点的功能就叫做语音 语音功能相应于整个百度系都通用了一个功能 那么语音搜索是所有百度系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功能 在百度糯米上也有了按语音去查找商品的一个方法 当然对于糯米而言语音显然没那么重要 它是一个特色功能 那么百度糯米呢 把它搁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也体现了自己百度系的特点 当然从实用性来说往往没那么高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结构层 我们来看三个产品大都把团购这个高频的需求 放到了首页的位置 只不过有的是一级入口 有的可能是二级入口 三者呢 都有基于地的位置的搜索 语音搜索和扫一扫等模块 只不过搁的位置不太一样 那么产品都是使用 都需要用户在线上去购买团购券 然后线下凭借这个团购券去消费这种模式都有 但是呢 大众点评 已经有这种闪会的这种模式 优化了这种线下的体验 那么产品的首页都有推荐的一些功能 包含了分类啊 抢购啊 节日促销啊 还有优惠券等等 这都是三者的共通点 我们再来看看不同点 我们说不同点就是美团 他把上门服务做到了比较优先级比较高的地方 那么其他两家呢 显然没有把auto上门摆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那么大众点评 他最强大的就是他的点评系统 他把点评系统作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分支 并且呢 有了自己的这种好友系统和社区的系统 他有这种强烈的UGC和社交的基因 这也是区别于其他两家 也是解决自己产品独特性和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 这也是为什么大众点评在和美团 哪怕是合并之后 美团都不会完全吃掉点评的一个原因 他不会像土豆油库跟58感激一样 那么点评和美团呢 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化 那么百度糯米 我们说他有一个不同点 就是他有一个购物车 这购物车呢 更类似于这种电商的团购 那个淘宝的这个平台 只不过他是个团购 他可以一次收集好多商品 而且他有独有的这种会员制度 这种会员VIP啊 处置卡这些规则 能够把用户在吸引了大量用户之后 能够解决他们的粘性和留存的问题 也是增加商家回头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表现层 那么下面这三个截图 分别是他们三个的首页 第一个美团 第二个大众点评 第三个是百度糯米 那么从这三张首页来看 我们先分析一下 我们说这三款APP 它的布局都非常的相似 唯一不同的一点 就是百度糯米增加了语音 语音搜索 方便用户去语音输入 大家看 就是这个 百度糯米加了一个这 其他的都是用的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分类搜索页 同样是美食 同样是美食的这个搜索 三款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说大众点评采取的是公格式导航 大家看 最左边的这个是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的这个 分类搜索采用的是这种公格式的方法 而其他两种产品都是用的列表式 我们通过比较不难发现 公格式导航 它呈现内容往往比较多 比较节省空间 但是这种导航方式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用户很难在第一时间找到内容 无形当中的给用户创造了很多压力 不利于识别 对于这些密集恐惧症的用户 简直是灾难 那么更多的用户 还是习惯于这种列表式的导航 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 我们说用户已经形成习惯了 突然改变交易方式 用户很难去适应 第二点就是用户在滑动列表的时候 每次面对的选择其实并不多 减少了选择的犹豫 减少了心理压力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用户体验 而这种九宫格的这种方式 除了有这个密集恐惧症之外 对于呈现内容的选择 也不利于挑选 对于是比较好的用户体验 感谢观看